长达11天的尾巴冲突暂时告一段落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呼吁两国展开真正的政治进程 防止进一步流血冲突 更要全面遵守停火协议 被以色列狂轰滥炸的加沙地带如今是千疮百孔 即需要重建百姓的家园 还给他们和平生活的机会 但是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强调 除了重建家园 百姓更需要的是克服严重的精神创伤和阴影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意停火 结束长达11天的互相轰炸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主席拉扎里尼 星期天巡视加沙地带之后召开记者会 呼吁尾巴展开真正的政治进程 防止再爆发流血冲突 拉扎里尼强调 两国多年来的冲突不断加深 就是因为没有从冲突的根源解决问题 两国必须认真磋商 专注人民发展 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 更重要的是全面遵守停火协议 不可再开战 乙军在这次的行动中 一共炸死了248名巴勒斯坦人 当中包括66名小孩 还有超过1900人受伤 乙军坚称殲灭了包括25名指挥官在内的200多名哈马斯成员 但是联合国强调 其实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 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强调 这次的冲突和2014年非常不同 战火几乎没有停过 人们根本没有喘息和逃走的机会 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 对他们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 留下极大的阴影 如今的袈裟不只要安抚人民 更急需要重建他们的家园 联合国数据显示 至少有6000人流离失所 初步估计 有超过1000户住家和商店完全被摧毁 80万人没有水源供应 当局星期六开始 派发帐篷和床入 还有药物和食物等基本必需品 协助民众暂时渡过难关 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 也发放1850万美元 超过7656万令吉 作为人道救援 虽然尾巴双方已经停火 但是冲突导火线的阿克萨清真寺 却没有真正平静 星期天有大批的犹太人 在军警的护送下进入清真寺 让其余的信徒大为不满 如常一天我们准备过过来 每天很会 全是单在军警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准备过来 不升 年轻人 小孩 年轻人 并绕过来 并不准备过来 这是准备那些 因此,我们今天来到沙滩 因此,我们来到沙滩 在沙滩室,我们感觉到沙滩室 因此,我们来到沙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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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起架沙地带的千疮百孔 以色列部分城镇的损毁城镇 长度比较小 政府星期天也重新开放 特拉维夫附近的机场 恢复大部分航班 相较于死伤惨重的加沙 以色列有12人在冲突中死亡 包括一名小孩 另外有357人受伤